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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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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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的这个二股车市场 一定会解决不了的问题 好车卖不了好价钱 所以这个事得到了一个 甚至因为他这个事得到了一个诺贝尔奖 所以我们这个难题可见是说 信息不对称这个事是非常难解决的 包括到现在 很多的车轮商 电商他也是通过这个信息不对称的 这些事来整齐 那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 就是今年这个有一个诺贝尔奖 给我们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 他就是说如果是在拍卖的过程当中 这个拍卖方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 有些是这个他们这个 或是讲的这两位 就是说这个在拍卖这个 3G品块的时候 给出了更多的信息 这样的话呢会找到更多的 马来西亚以达到说这个拍卖的价格 所以这个据说也是 历史上第一次说 经济学家通过这个 改造这个流程 他们的经济学院 解决了这个实际的 实际的实际市场的问题 给我们 阿尔德德行业呢 有很多的启发 就是我们也觉得说这个 本质上来说 如果想减小这个交易摩擦 让买家和卖家都能放心 需要产生信任的话 需要数字化的方式 特别是马家更多的信息 所以从卖车的下 我要提供一些更多的信息 我们自己做了一些 呃 尝试 呃 就是把车 尽力速度化 这个第一步 所以我第三方的 这个车的面板 车的内饰 外饰 呃 就是这些 线下的信息 我们可以把它 完整的 中国第三方的TV 来进行一个 数字化的过程 那有了这个车矿的 线下信息呢 我们只要解决了一股 线下信息 可以到线上 那刚才 也提到过的这个 这个事就说 我们这个信息 除了 放到线上来 还需要进行 溯源和第三方的 认证 那这个过程呢 就我们需要 区块链来 解决这个 这个问题 呃 这是一部分线下的信息 如果是说 汽口 重新可能会 比较记得 这个左边这个地方 那些是 老的出租车的 那个地方 那些神奇的地方 就是在 在坐出租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 跳得挺快 这个旅程处 劈啪啪就沉走 这个 这个 到二手车市场的时候 现在旅程处 突然就回去了 因为本来开了8万名品 马上回到了2万名品 呃 所以这个 这个信息不对 甚至就是导致说买了 所以到最后 买车的人会发现 哦 这个反正都 你们都是 这个 这个 两万公里 那真正两万公里 那个就迈不下来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 这个 特别典型的一个 这个 这个 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这种 就是这个 获解好这个问题 啊 到出租车领域呢 就是 比如说我们在看到说 你有我们这个 比如说是出租公司以后 啊 会是什么 会是什么情况 里程数 可能会准 但是 如果我们在上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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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个 有 那 那 有时候我们就会说 这个 加价是真的需要 很多吗 我这个 加价到底加给谁呢 这个里面还是有 一个不透明的问题 这个 这个问题 我也在想说 是不是有可能 通过这个 分布式的 能够得到解决 但是核心的呢 就是我们是需要互联网的方案 就是这个车里边的T-Box 一定能记录过车机 能记录更多的信息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就是汽车行业的周期 非常长 这些所有的数据 每辆车的生命周期 到我们大二组车那边的时候 大概经过短的 可能一两年长的时候 那差不多十年 那这个长周期的 这个 这个资产中间有 很多的相关的服务 相关的这个 内容相关的数据 都是需要一个程证记录的 那这个记录呢会分布在不同的 比如4S店 加油站 这个 这个充电桩 还有就是各个地方洗车机 各个地方都没有这个程证 这个信息非常难以受 只传给意义上的这个 漂泊主机场 只能确保 这个我们在4S店的区域 这个维修保养这些车的 这个服务记录 所以这我也做了广告 我们认证二组车是值得卸用的 但是一旦到了外面的时候 到了这个外面的这个 这个汽车路 他经过了什么样的改变 或者说经过了什么样的调整 那这我就很难判断 所以和中心化的一个 整理方案对于这个问题 可能我觉得是很难解释 很难办到的 那我们也在想说 是不是在这样一个 长周线过程当中 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 用通证机 通证机激励的办法 让客户多去上传他们的手续 然后以保证说 我们的最后的这个结果 会有一些 对他的好人 就是 这个车处理的好的 经常有些保养 他是不是能买加强 这个包括说我们的4S店 或者主机厂 都愿意 特别愿意 保留我客户 让他们能够对这个车有更好 这是一个长周期 非常有高频业务和低频业务结合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是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个解决方案 所以呢 这个后边一部分呢 我们就跟区块链工厂 我们这个德国区块链工厂的这个 Balance 博士 他们一起开发的这个 我们的区块链出行平台这样一种大的解决方案 后边一部分呢 请从上面放一下这个录像 那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区块链出行平台的主要的这个 一个大框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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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 需要多 给大家看 要照项 是 when it comes to price as well as quality of the market. An unbroken history written to a tank of proof online black box, the blockchain as a trust machine can rebalance this market and create substantial value for whose cash. In the area of mobility as a service, we see many individuals, each providing a different service within the same system, one app for taxi, one for bicycle, one for scooter, etc. The reason for this lies in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ed services offered by different providers. The result is bad user experience, which drive users away from individual service operators into the arms of centralized, almost monopolistic efforts. This plays another nuance, that of negotiating power. Just ask any Uber driver if they believe the 15-25% of revenue that Uber wants is paid. I believe not. Blockchain has a decentralized, shared way of collaborating. The new internet of value can address this imbalance and give small specialized players access to mining. During the hackathon, and with this keynote, we position the Mobility Blockchain platform as the shared transaction platform, connecting fleet operator, rental and mobility operator, 4S workshops and deals. The NBP acts as a distributed ledger, which manages financial and business transactions for the vehicle lifecycle. From the moment the car is founded and enters the fleet operator's procession, all transactions are booked and documented on the blockchain stamp approved ledger. This creates a trusted golden history from the first kilometer, which provides an indisputable record and proof of a car's lifecycle and driving history. Market research in Germany leads us to believe that this creates additional value of about 1,500 million euros per car. Multiply this by the number of vehicles being re-marketed each year in China, more than 25 million euros. Some of you may now ask, if there is so much value to be created, why hasn't anybody done this all?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is surprisingly simple. Only through the convergence of digital identities and signatures,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blockchain has this actually become profitable. And not simply theoretically possible, but effectively and realistically possible, based on software with all the benefits of efficiency and scalability. We present the Mobility Blockchain Platform as a technical foundation to address this market opportunity in a cost efficient, scalable and profitable way. Optimizing residual value for vehicles managed by the platform is only part of the picture. The MVP was designed and built to provide an aggregation platform between B2C service providers and B2B fleet operators. It provides the smart contract and identity verification layer needed to conduct three key business groups. B2C companies, such as online travel agencies, are facing the end user and aggregate demand. Normally they prefer not to own or operate the cars needed to provide the service to the end customer. On the other hand, fleet operation requires very special busines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in operations. Fleet operators finance their assets of the cars through finance companies, such as a B2C. This is the first fleet, financing the fleet. Fleet operators maintain, operate their vehicles and provide these cars to the market for a rental fee. This is the second fleet, providing the vehicles. These cars can then be used to deliver mobility services to the end customer. The end customer can consume these services either through dedicated mobility providers or digital aggregators, such as online travel agencies. That is the third fleet, deliver the service. Technically speaking, the MVP focuses on three key functions. First, verification of identities, credentials and signatures. We base this on the W3C DID standard, which is becoming a very mature technology for signatures, identities and credentials. Second, smart contracting based on verified signatures. The MVP always guarantees full identity verification for all signatures. This is essential for truly smart contracting and for legal and regulatory purposes. Third, and last but not least, the MVP is a distributed ledger. It books invos and bidding data to the ledger of all parties in the transaction. In this way, we achieve consistent and consolidated revenue distribution in real time, at the level of confidence that only blockchain based consensus don't provide. For integration with the banking system, we cooperate with partners from the financial industry who have the necessary certifications and operate within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regulation from the market. Fully digital automotive services require that the car is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Fully secured and trusted services, such as the one we have presented, also require a secure digital identity and verified signatures for both the customer and also the car. First, the customer signs an online transaction, reserving a specific car for a specific time. The customer then goes to the car and starts a man-to-machine communication requesting access. Because the car has a blockchain client built into its communication box, it then connects to the MVP and verifies identity, credentials and access token for the customer. If all is verified, the car opens the door and starts sending bidding records to the platform. Once the car is returned, first the user signs it. After that, the car does a self-check and confirms end of renting. It also sends final bidding records back to the platform. Based on the unbroken chain of verification, the platform can now hook and settle all invoices in it.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然后这个区块银出品平台 那我们不单单是讨论的话 就是跟这个取决员摩连 我们一起也做了一个第一次的尝试 我觉得就是把第一台车经过做验证 然后把它这个车的身份 数据身份的验证 支付组织的场景反正的做出来 那也有一些这个稀德机会 就是做这么一个事儿 其实真的是技术上面还是很复杂的 需要参与这个相关的参与方 特别多这个过程是相对来说复杂的可能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呢就是我们觉得说 我们还是在这个行业应用里面 还是需要这个效能 就是对于这个反应速度 这个设计的平台的反应速度 还是要需要提升 这块是我们的第二个体会 但是从我们业务场景的角度来看 这个效能就是我们 我们看远的话 我们觉得说这个驱灾链 技术 以及说我们中正经济的这些 既定作用呢 我就特别相信说这个事儿 可能会存够整个 我们的出行行业 和阿富士的行业 所以这个事儿 非常非常值得期待 我们现在只是做了第一步的探索 那也是特别希望 我们能够跟在座的各位专家 能够多多交流 把这个事儿 继续做得更 把这个汽车行业做得完整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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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